剛剛我們看到了全世界最危險的海域 在南海 除了南海之外 還有另外一片海域 今天晚上馬老師要帶我們看進去 就是黑海 普丁大地著火了 他向全世界下達了通牒 別踩紅線 否則俄羅斯格殺勿論 話不是說著玩的 今天我們從一張衛星照的曝光告訴你 15萬俄羅斯大軍已經屯兵在俄烏邊境 四大艦隊更是齊聚黑海大會師 你北約敢動 他就打 馬老師歐洲戰場真的已經來到了 一觸即發的邊緣嗎 我要糾正你一句話 你剛剛說最危險的海域是南海 不對的 我認為現在最危險的海域是黑海 黑海現在集結的艦隊 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多的艦隊 最高密度的艦隊都在黑海 要打了嗎 當然要打了 我告訴你 今天普丁他弄了15萬部隊在前線 弄了1000多輛坦克在前線 他的四大艦隊在黑海 他最厲害的戰鬥機從來不在邊界 到邊界去 很多人都說普丁其實不願意打的 但是他現在 虛張聲搞成這樣子 如果他不打 他就說紫老虎 以後誰來判你啊 他說他的武力囤在這個地方 拉弓沒有回頭箭的嘛 對 所以拜登如果不給他下台階 他非打不可了 不然普丁就被人家看成紫老虎了 所以昨天普丁發表了國情之文 像全俄羅斯人講了 只講簡單說 不要在對惡關係上跨越紅線 是 他在下達通諜了 對 你如果跨越紅線 將採取嚴厲回應 嚴厲回應就是要打了嗎 那更妙來了 當然就要問了 什麼是紅線呢 普丁說 我決定 紅線你講得算 對 好 結果 真正講普丁真的是很凶悍的 結果就在昨天 這麼嚴肅的日子裡面 你知道他做什麼事情嗎 什麼事 因為這個美國跟北約國家都聲援納瓦尼 對 俄國的反對隊領袖 他已經絕食三週了 是 身體虛弱 對 性命勘危送到醫院去了 對 因此全俄羅斯都 都在示威 要示威放他 結果你知道普丁他沒有掌掌喔 抓 你知道他昨天抓了多少人 抓多少人 超過一千六百人 我要跟大家講 雖然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還沒打 全世界的一場戰爭已經爆發了 外交戰 而且我從來沒看過一個外交戰 打得這麼激烈 現在有多少國家驅逐俄羅斯外交官 幾個國家 美國 烏克蘭 捷克 瑞典 羅馬利亞 保加利亞 你的手指頭夠不夠數 德國 都驅逐俄羅斯外交官 什麼原因俄羅斯變成了天下公敵了 就是因為你駐軍在烏克蘭邊界 而且他們一開打 俄羅斯 你驅逐我對不對 對 我更厲害 我也驅逐你 捷克驅逐了18個俄羅斯的外交官 是 俄羅斯驅逐20個捷克外交官 比你更多 而且捷克在俄羅斯總共只有25個 驅逐20個 對不起 只剩5個了 好 俄羅斯 所以普丁 你們不要小看他 他更厲害 你知道他做什麼事情 他跑去把烏克蘭駐聖彼得堡的總領事 給逮捕了 抓起來 不是驅逐 是把他抓起來 不是逮捕 他犯了什麼法 你抓他呢 而且抓的是烏克蘭的聖彼得堡的總領事 你看 把他抓起來 所以他根本沒有在怕的 好 你說這抓更厲害吧 沒有 更厲害了 你知道他做件什麼事情 俄羅斯給美國駐莫斯科的大使 就美國大使說 我建議你滾回美國 柿子挑軟的吃 他挑一個最硬的看 他居然給美國大使說 我建議你滾回美國 美國大使呢 決裂了 美國大使本來堅決不肯走 我哪有說你叫我滾 我就滾了 他說我不會走的 但是美國國務院現在打算把他招回來 招回來就真的決裂了 因為莫斯科大使 駐華盛頓的莫斯科大使 俄羅斯大使已經回俄羅斯了 現在雙方 對不起 都沒有大使了 馬老師這個時候最緊張的會是誰 烏克蘭 剛剛說到了15萬屯兵在這個地方 他攻打烏克蘭 他入侵烏克蘭 拉攻沒有回頭見了嗎 好 昨天烏克蘭總統 哲倫斯基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喊話 普丁 我們兩個坐下來談一談 在最危險的地方談都沒關係 第二件事情喊話北約 就比較軟了 你趕快把我加入北約了 我要成為北約的議員 老大 趕快 趕快 第三件事他簽署這個方案 是 動員所有後備軍力 所以也要備戰了 打了 我不怕你打 好 那現在烏克蘭也做了備戰事情 結果美國的衛星造了這個嚇死人了 這張照片是什麼意思 這是俄羅斯的蘇30超音速戰鬥機 在烏克蘭邊界弄出來了 我跟大家講這什麼意思 第一個 俄羅斯的蘇30超音速戰鬥機 從來沒部署過在邊界上 是 從來沒有部署在邊界上 好 大家看一下 這個蘇30 這個喔 34戰鬥機 它是重型的轟炸戰鬥機 第一個 它可以到1.8馬赫 它超音速的 第二個 它可以帶8盾的武器彈藥 把你丟下去 第三個 它30毫米的機砲 你知道它一分鐘可以打幾發 幾發 1880 它可以載彈8盾 那已經是一個所謂的空中火藥庫了耶 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講 各位看一下這張照片 對比導播要看一下 第一個 美國給它取個名字 叫做鴨嘴獸 鴨嘴獸 對 因為它前面這個有點像鴨嘴獸的這個嘴巴 會那個樣子 我問你它為什麼要用會 減少雷達波 方便雷達波 它的隱身功能 第一個 第二個 它這個真的太特殊 第二個 它是雙座的戰鬥轟炸機 馬老師 戰鬥機很多雙座的 對 對不起 戰鬥機是雙座的以前以後 前後啊 它是左右 駕駛座副駕駛座的概念 只有客機 廣體才是左右的 是 它戰鬥機 我們來看這畫面很清楚 它的雙座是橫的 你看到沒有 它是橫的 就在這樣子 左右 對 看到左右 所以這個東西我告訴你 蘇珊是很少現身 最後一個我跟你講 連美國人都很羨慕 它叫裝甲座艙 什麼叫裝甲座艙 就是 它這個駕駛員這一部分 是用 鈦合金的 它到敘利亞跟那個 到敘利亞跟利比亞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 高射砲 對 還有機槍 是 都打中它了 沒有事 沒事 神虧護甲 神虧護甲 它是全世界第一款裝甲座艙 太核心的裝甲座艙 沒事 所以這個東西能夠到 部署到烏克蘭邊界 代表普丁真是要下定決心 還沒完 普丁最近居然做兩件事情 連美國都大吃一驚 第一個 它宣布 克制海峽 我俄羅斯封鎖 這個會怎麼樣嗎 我這樣跟你講 你這把封鎖到什麼時候 封鎖到什麼時候 他就宣布十月底 一口氣都封鎖到十月底 就封了半年不給你過就是了 對好 克树海峽是什麼 就是黑海 進出亞素海 對 一定要這個地方 對 那你把這個封鎖之後 黑海所有的船 都不能進出亞素海 是 那亞素海 這邊是俄羅斯 這邊是烏克蘭 對 烏克蘭主要的 兩個重要的港口 是 都在亞素海 那是絕了他的命吧 還沒完 注意看這張照片 才恐怖了 這個是有史以來 聽有史以來第一次 是 俄羅斯四大艦隊 全部企擊到黑海 四大艦隊 我怎麼聽錯 我先考你一下 免得觀眾不清楚 對 俄羅斯總共有幾大艦隊 五大艦隊 對 現在只有太平洋艦隊 對 在這個日本啊韓國的地方 潑葉島這個地方 潑葉島這個地方 過不來 是 除了太平洋艦隊沒過來之後 它黑海本來就有20艘艦隊 對 它離海艦隊來了15艘 對 就35艘在那邊了 它的北方艦隊跟波羅的海艦隊 各拍了兩艘艦艇來 是 四大艦隊齊聚黑海 從來沒見過 好 還沒完 我問你一下 波羅的海跟北方艦隊來的是什麼艦 什麼艦 全部是俄羅斯最大型的兩棲登陸艦 等一下 兩棲登陸艦的意思就是要搶攤的意思囉 對 因為它來了四艘 每一艘都可以帶十輛主戰坦克 三百四十名的官兵 艦艇都超過四千噸 是 它來怎麼樣 我告訴你 它可以從這邊登陸 這是烏克蘭 對 它從這裡登陸進烏克蘭 所以它來了 人山人海在黑海 好 那這個時候 北約的戰艦也來了 英國已經宣布了 我派一艘秋途艦 一艦巡方艦過去 而且我的航母 帶命進去 但是我告訴你 現在因為 俄羅斯艦太多密密麻麻的 你英國進來兩艘艦 北約進來一艘艦 在那邊只能夠看意思 所以根本是沒用的 所以馬老師現在看起來三線開火 對 烏東這個地方囤了十五萬兵 有沒有可能是這裡呢 對 或者是黑海搶攤 對 有沒有可能是這裡呢 對 黑海這麼大 裝得下這麼多的戰艦嗎 對 一或是第三個 空中會不會起火呢 對 我就跟你講嘛 看這張照片 十五架蘇三四 但是注意喔 是在這個位置喔 已經空中也已經全來了 普林搞這麼大場面 他不打下去 是老虎 大家看不起他了 所以他本來不想打了 現在箭在旋上 不得不發 我再跟你講 注意看 美軍也給普林講 你打打看 美軍在羅馬利亞 做出快傘軍演 注意看 這是羅馬利亞 他跟烏克蘭邊界是最長的 對 你知道什麼叫快傘 美軍 注意看 這個是德國 美軍在德國 把他的海馬斯的火箭系統 啪一下 全部運到羅馬利亞 落羅馬利亞 然後一小時之內 就部署完畢了 意思告訴普丁 我北約的軍隊 全部都會開復到 烏克蘭的前線上去 邀請您一起加入 五七爆新文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跟醬 五七爆新的響 每天都會有 五七爆新的軍隊 每天都會成功 頂為六七爆新的衛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